今天,我家的狗屍耳 我家的狗屍耳,就在今天下午 大概四點半的時候 我收到來自我媽的訊息 麻吉去當天使耳 嗯 她是等爸爸起床後走的 我話嗎 嗯 麻吉是我家的狗 十三年前被姑姑從十星入口救了起來 小狗很軟,所以她叫麻吉 半年前她突然消瘦 被整出是腎臟病 年紀也大了 姐姐叫我隨時做好心理準備 欸,你還好嗎 不告訴你 喔,好怕 欸,要不要一起去 欸,要不要一起去 你們現在說的 美姿美劇 欸,你晚餐要吃上口 都對現在的我來說 沒有意義 老實說今天不用上課 我一點都不想回答你 這個東西要放哪裡 因為我家的格式 我一直想裝作不在意 直到我看到我爸的朋友 你怕要很可怕 去不知面子 你會想到我 你便擺在我身上 要怎麼回答你 在我身上 沒話 你會要命 我可以問你 那你還要回答你 你擺人 我會想辦法 你起訴你 上禮拜开完刀 过没几天就这样离开我们了 我以为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我没有 我以为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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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准备 你觉得我们还要养性的功吗 先停下来说